大家好,我是汤姆,我是笨,欢迎收看暴躁NBA 美国新任总统川普今天将前往白宫与前总统奥巴马完成相关事宜的交接 与此同时,骑士队作为上赛季的总冠军也获得了在今天造访白宫的机会 面对歧视的领军人物詹姆斯,川普表示他希望以后每年都能在白宫见到阿泰斯特 无辜的群众们听得一脸懵逼,你不喜欢詹姆斯是因为他支持希拉里大妈,这个我们能理解 但你为啥喜欢阿泰斯特啊?难道是因为搞地产的嫌白宫太小,想搬到奥本山宫去? 慈士平则自信地表示,你们都太肤浅了,在NBA只有我最懂川普,熊猫之友不是浪得虚名的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又如约而至,这是一个女人们普天同庆的日子 这是一个男人们高喊救命的日子,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 无数家庭都因为花钱购物而产生了矛盾 贾森基德就曾表示,他与前女友多拉奇克分手,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太爱买衣服了 然而细心的网友们发现,基德显然在说谎 因为从网上搜集到的证据来看,多拉奇克基本上就没穿过什么衣服 深圳南篮主场109比113不敌辽宁队 比赛最后时刻,两队仍然打得十分激烈 为了让主队获得逆转机会,几个风乳肥腾的姑娘一度到篮架处干扰辽宁外员哈德森罚球 结果哈德森果然将球罚丢了 紧接着裁判打着公平竞赛的幌子将几个大妞驱逐出场 看似平淡无奇的赛场小插曲 其实背后却有着惊天的内幕 请看我们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的现场视频 呃,这个球很关键,一定要罚键,一定要罚键 裁判哥哥,裁判哥哥 怎么回事 我过来 裁判,有人找你 哎呀,你们几个怎么来了,真是麻烦了 快走快走快走,有什么事晚上再说 快走快走快走 还没给我双十一红包呢,不走嘛 走走走走,哎呀,女人真是麻烦 尤其双十一的时候千万不要惹她们 好了,继续比赛 call 哈哈哈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暴躁NBA 咱们明天再见 再见 臉 谢谢